你知道距离假面骑士末日最近的时刻是在什么时候吗 那就是当奥特曼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 毕竟七爷可是定下了消灭假面骑士的计划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但是在假面骑士的历史上 确实有不少的奥特曼人间体参与出演 只不过不知道为什么 东映从远古寄来的演员都要以这种以及这种形式变差 但无一例外 那些在假面骑士客串的奥特人间体 的确给特殊迷们带来了深刻的印象 前有赛威人间体七爷放下豪言 后有欧布人间体红凯在电王的世界无恶不作 不好意思放手片子了 在设定上奥特宇宙和假面世界不能同意而论 不过论整活他们可是一把手 早在1993年东映和远古就有过一次联动 一边是光祝国的巨人 一边是帅气刀吊渣的假面骑士 当两对人马互撞会发出什么火花呢 今天阿峰就带大家回顾一下经典 故事发生在一个电闪雷鸣的夜晚 初代奥特曼和假面骑士一号正在比武切缩 初代释放斯泰秀母光线 一号则使用成名绝技骑士梯 好 画面定格在这一刻 明面上是初代的致命空大 但真要按照地心引力 那 画面一转 东京又又又又又又发生地震了 而造成这一切的就是这个面向金河的怪人 他唤醒了巨大怪兽加多拉斯 一言一兽让城市一时陷入了混乱 这时早天静和本乡猛一同出现 今天是联动 红屏自然没什么问题 但你这PS痕迹是不是太明显了 看得我玩愣玩愣的 初代奥特曼全力奔赴战场 与怪兽展开战斗 而此时的一号还在骑车赶来的路上 好不容易逮到独蟹怪人 还得被迫接受他的人工呼吸 这二十年没刷牙引发的口臭 差点没把一号憋死 还好招和流氓肉搏无敌 专攻下三路 而另一边初代好像忘了过肩摔怎么玩 被加多拉斯按着壁咚 好在初代的立场足够坚定 顶住了加多拉斯的诱惑 将他一把推开 随后接上断脚踢 好家伙 迪迦的断脚技术就是你教的吧 终结时刻来临 初代释放斯坦胸母光线 一号则展开冲冰绝技 骑士梯 微弹关头 独蟹怪人和加拉多斯互相吸收能量 合体成了独蟹加多拉斯 除了重新长出来的脚变大了 瘦点摩皮特效也开到了最大 只不过这怪兽 怎么还继承了独蟹男的口头 独蟹加多拉斯冲开自己的胸护 将初代的斯坦胸母光线尽速吸收 这震惊出代一整年 这屌人开挂怎么玩 溜了溜了 贵人变大了 我也不玩 但假妹骑士永远不会退缩 一号驾驶着机车重回战场 越过断桥展开侧翼就飞了过来 这不是我管 这你得问我弟弟牛逼 一号是摩托猛机 穿透怪兽后便展开变身 这简直就是离天大谱 用着奥特曼的变身音效 变成为假名骑士 还有王法吗 还有法律吗 问号们请把公平打在兄弟上 最大化的一号与初代并肩作战 初代释放奥特品杖 挡住毒蟹加多拉斯的攻击 一号则抓住机会 使用骑士拳打断怪兽的触角 我发现了 无论是假名骑士还是奥特曼 那些个数据怪都对断角群有独钟 既然是脸动 问号不能全给一号站了 初代见怪兽反击 立马使用奥特分支刀再断一角 对面的作案工具都被没收了 可以放心地进行肉搏战了 作为正派角色 要给予对手尊重 所以二打一也没什么毛病吧 初代和一号两人 合力使用过肩摔 将怪兽击退 此时放了无数技能的初代 胸口的灯终于亮了 必杀时刻来临 两人一同释放大招 当时光线距离一号 就差了1.01公分 我很怀疑 初代这是借着消灭怪兽的意图 来消灭小民骑士 倒地的怪兽散发到爆炸 将周边的城市 所以可得破败不堪 向元龙发起了警告 夕阳下 两位英雄进行了短暂的离别 当地球再次遇到危机时 他们还会再次出现 只不过 到时会不会携手对敌 就得看东映和元谷 什么时候能够再次合作了 我是阿峰 我们下期再见